速度是时间之门,交通是世界之要 哈喽大家好,我是李悟 交通是城市进化的关键 它能创造经济、人口红利、就业商机 而热门的交通趣味更是民众购物置产时的核心考量 例如热门的捷运宅、国道宅、高铁宅等等 都是因为临近交通要道而成为民众买房选位的核心考量 其中,位于南屯金科特区商圈 就有着警铃南屯交流道、七四快速道路、高铁乌日站 以及贯穿台中东西的双向要道、向上路与五全溪路 掌握了最便捷的交通路网 再加上本就拥有精密园区、台中工业区、中科园区 年产值两兆的科技走廊优势 伴随大量就业人潮移入 除带来人口红利,也吸引了各大品牌建商进驻 讲完未来,随着114年年底即将完工的市政路延伸工程 不仅能有效缓解市区通往工业路的航向赤潮 更重要的是透过市政中心与科技走廊的两区串联 一次满足跨国企业对于生产、销售、能面的复合市需求 再次抢占中台湾房市凹头 终关台中市国道以西 临近中科一带的开发情形均已呈现饱和 目前少有建安推出 购物更是一屋难求 随着日前,中科台积电新厂环平正式通过 国道以西的生活,未来还会有更多科技人口移入 南屯金科特区这个黄金走廊 在房市工区严重失衡之下 导致了人口外溢效益产生 此时与台湾大道仅一路之隔的向上路、中永路一带 就皆以低基期的方式 完善交通路网、良好发展愿景等优点 预计将能成为这次外溢效应之下的重点受惠区段 而号称是台中后花园的法子溪自然景观休闲区 就是目前民众可以享有最近且最大的自然景观休闲区 走在法子溪旁 享受着长达4公里的水岸景致 在这片低密度景观区对比 市区水泥丛林住宅群中 更能凸显景观、休闲与低密度生活的新焦点 例如巴黎、曼卡顿等世界一级城市 在高度都市化的同时 也拥有城市与自然景观完美并行的优点 而位于南屯金科商圈的年度新案 国具之鉴也正是如此 而目前的南屯金科特区商圈 房价还正处于出生阶段 加上商圈发展成熟 能轻松连动台中各区的便捷路网 未来上看兆元的产业愿景 享有低密度、高绿化、悠闲的生活环境 相信将成为不少科技新贵、机械业、技术人才 百领精英族群的买房焦点 而国具之鉴将会是您不容错过的 难屯明日之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